-我怎麼沒有什麼... -是藍色的 -這麼玄妙 -對 特別阿 回到剛剛那個故事 它其實很有趣就是 後來我就把這金油就寄給我的朋友 我就跟她說 欸你要的柴神金油我應該已經調好了 但是是不是這樣 我也不知道 我說你試試看 她說我會拿去柴神廟呢 寶貝問柴神爺 他說柴神爺說這已經有90%吻合 就是他當初給的配方了 就說已經能招財了 它是90%已經是可以招財了 對 在當時是這個樣子 所以其實這瓶財神噴霧呢 他是經過第二次解謎 才達到現在 那什麼解謎 那10%怎麼找 他後來又經歷了一段故事 就是後來我大概又經過了快兩個月 剛好我的朋友呢 就是他開了一個課程 然後我們一起去上課 所以我就忍不住 我想你上次有幫我問 那個財神爺到底差了10%是什麼嗎 對 然後他就跟我說 有啊 我就說什麼什麼 我就很興奮 我就問他說是什麼 然後他就告訴我說 他就說就缺一個藍色的能量 我說 藍色的能量 獅草 我怎麼沒有想到獅草也是藍色的 這麼懸念 好可憐 因為我回去翻植物圖鑑 如果你去翻 就是植物的精油功效的話 那其實他們對於獅草的介紹就是只有消炎 然後治療那個傷口 對 是很有用的 對 但是呢 如果你去翻一些獅草的典故 那他會告訴你 古時候不是有那個液金占卜嗎 對 那他們不是有 他是一支一支 像竹籤那樣子 他是讓你抽的對不對 那我們都以為那個是竹籤 可是其實不是故時候的那個液金占卜的那個一支一支讓你抽的那個 是獅草做的 就是拿來給你拿來做占卜 好特別喔 所以獅草它是有預言的作用的 喔 其實蠻想了解 但是很多人在問老師 那我們這個是要噴在哪邊 還是有什麼狀況來要用到這一罐 還是平常我可以怎麼噴 沒有啊 它其實就是調整 因為我們常講風水供水嘛 那風水是什麼 風水其實就是我們人 跟環境 對 一種磁場的平衡 嗯 所以 如果說 你想要你的運勢好的話 那 事實上呢 你就是 沒事你就可以把環境拿起來噴一噴 就是自己噴一噴 為什麼 因為我們人的磁場是要跟環境去共振的嘛 如果人的磁場跟環境的磁場呢 是沒有達到一個平衡 共振的狀態的話 那我們的運勢 就不會融入這個大環境 被大環境接受嘛 所以我們就會覺得我們自己運勢好像不好嘛 對 就是這樣子 對 所以其實像是在家裡的空間 我也可以拿來噴家裡 對 它這個其實就是一個 想分風水的概念 很適合做生意的時候噴在店裡頭 哦 還有 還有像是什麼 就是 如果說我可以噴在錢包嗎 或者是 可以啊 我就是噴在自己身體 反正我想噴 哪邊就噴 也可以 對 而且你走到哪裡 你看你噴在身上 你是不是全身就充滿了財氣 那你走到哪裡 一定是人見人愛啊 你隨便介紹一個什麼東西 人家都想跟你買啊 對不對 對 所以其實 千萬會問說是調氣場的概念嗎 是啊 是嗎 不只是財神涯 還有 還有就是 你會覺得 你的整個人就是 金光閃閃的嗎 因為我們講 形容一個人有財氣 是不是他就是金光閃閃的 那你金光閃閃的就是 人家看到你閃亮亮了 人家是不是就會很想靠近你 我來看你 你不想靠近你